今天就讲金刚两个字 什么是金刚 我们看过金刚的电影吗 有啊 那个就是金刚 金刚啊 就是大猩猩 哇 大猩猩啊 这个金刚的电影 这个金刚不是那个金刚 在印度的 所谓的金刚 是印度古代的一个武器 印度古代的武器 古代的 他们在打斗的一种武器 国家跟国家之间 所用的武器就叫做金刚 那么金刚是什么 修在这里 这个就是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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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印度 古代 印度 古代 所用的武器 印度 古代 所用的这个武器 这个其实这个是很坚固 不坏的 这个武器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摧毁一切用的 摧毁 把敌方给他摧毁 给他消灭掉 这个武器啊 当时在古代的印度 是在消灭敌人的 消灭敌人 金刚有很多的含义 也可以讲 这个就是金刚 这个记号就是金刚 代表着不坏的 这个不会坏掉 但是他可以摧毁一切 摧毁一切 因为他很坚固 很坚固可以摧毁一切 我们拿金刚处 是这样子拿 愤怒以愤怒印 持金刚处 愤怒 愤怒金刚 我们生活中的 这个大力金刚 大力金刚 他是摧毁一切的 摧毁一切的大力金刚 雄天妇法 又叫做大力金刚 他另外一个名称 就是大力金刚 雄天妇法 就是大力金刚 你们去查一下 看看大力金刚 很多人都不知道 金刚 薄叶 波罗蜜金 他这个含义到底在哪里 单单这个金鸣 就已经写出 金刚金的意思在里面 摧毁一切 就是金刚金 缩短成为金刚金的一切 摧毁一切 什么都摧毁掉 所以 这个达摩祖师在说法的时候 一上来 坐下来 然后排一下 好 说法完毕 就下去了 今天我讲金刚金 就这样完了 就讲完了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什么都摧毁掉了 还讲什么 不用讲啊 连法都摧毁掉 那还讲什么法 没有人这样子讲的 没有人讲金刚金 是这样子讲的 大家就是 讲的人啊 滔滔不解 听的人啊 听则渺渺渺 到底懂了什么 今天讲金刚金 就是要讲出他的药益 摧毁一切 就是金刚金的药益 连法都摧毁 连佛法都摧毁 你自己想一想看啊 大家稍微用一下脑筋 想一想看 你如果已经成佛了 我问你 你已经成佛了 你是阿达尔玛佛 你是毕如哲纳佛 你是阿弥陀佛 你是药师如来 你是阿出佛 你是宝生佛 你是不空成就佛 那你每天 还在修佛法吗 要不要修佛法 要不要 对啊 无修啊 不用修了 佛法可以丢掉了 你已经成佛了嘛 无修就是修 修也就是无修 金刚金就是摧毁一切 就是成就 这样子讲 大家就清楚 你成那佛还修 修附魔吗 成那佛 你还做附魔吗 你要供养谁啊 哪一个本尊不是你啊 你成那佛以后 你还在修附魔 那你在供养什么 供养人啊 供什么 不用供 你是因供 你应该受供 而不是去供养 这样听得懂听不懂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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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